好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無線長的直線 那我們先看簡報的這一段 然後它有分成水平垂直角度2點 那現在還搞不清楚是 怎麼樣的一個 繪製情況的話我們先就記住水平垂直就好 那我們首先呢先從 水平開始 那這種建構線喔 它的入口是在繪製這裡 它有個按鈕是這個叫做 建構線 那通常喔大家會喜歡打XL 你就記得XL L是線嘛XL就是建構線 那不要直接點直接點沒有用 因為我們要互調水平 你就點可以畫很多水平線 按空白鍵 那接著再按空白鍵 接著再互調垂直就可以畫很多 那我們怎麼做個表格呢很簡單喔 我們試用上次的修剪 修剪按鈕喔 按下去之後 它有分新版舊版 我們目前是2000版的話 你補個空白鍵就把不要的挑掉 那如果是最新版的話 你只用滑的也可以 這個在2022之後 我用滑的 可是這個修剪 目前還是沒有算最新版 就是 補個空白鍵 再把不要的點掉 那如果說不補可以嗎 不補不行喔 我們按下修剪 直接點的話 沒什麼用 修剪按下去的話 要補一個空白鍵 就可以把不要的挑掉 那我們可以快速的做一個表格 好 那這個水平垂直建構線的第一個練習就是同學呢 隨便做一個表格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30度跟2點的建構線 30度指的是說 我們那個建構線是30度 那怎麼做呢 XL 因為它是用角度來區分 我們就選角度 按下A也可以 好按下角度之後呢 我們現在輸入30度 你畫出來的角度就是30度角度的建構線 那我要畫60度的建構線呢 一樣 按空白鍵選角度 改60度 好60度的話會更斜 會變這樣 那一樣喔 希望做成這種斜的表格怎麼做 按下修剪 不會空白鍵 這個空白鍵的意思 就是代表那個全選 你有看到它有個鍵頭刮好嗎 這代表說我要進入所有東西都可以剪的狀態 那就拉個框 把它剪掉 拉框把它剪掉 等一下做一個斜的表格 試試看 30度跟60度所完成的一個斜表格 接下來我們要做2點建構線 2點建構線指的是說 它是通過2點來做建構線 兩個點 那舉個例子 我們上次有學到那種坐標輸入法 那所以我們這次用坐標輸入法 來輸入2點建構線 首先我現在想要畫的東西就是16比9 我們按下XL建構線 輸入2點模式 這裡有個2點 2點模式它沒有特別寫出來 2點就是你自己首點就好 不用選2點 第一點點下去 第二點的話呢 我們輸入小老鼠 16 豆號9 有看到 那 16豆號9這個斜度就16比9 那舉個例子 是不是我這裡 如果水平是1600 垂直就會900 是這個概念 16比9 所以我們現在呢 我們找這個建構線呢 它可以抓到終點喔 我們往這邊劃1600 然後往上的話呢 讓它去撞到這個線 那不能歪掉 那現在我們來標註看看 照理講這裡要1600 1600 這一定是900 如果錯代表你剛才16比9是沒有輸入對的 那剛才說16比9的概念就是這裡是16 然後這裡是9 那我們用標註讓它顯示的更明確一點 微調一下標註的字型大小 一樣把文字改成15號 箭頭15 好那這裡看到是16比900 好那左邊這裡呢 是角度建構線有分成30度 30度是這一條 60度是更斜的 然後又做兩點建構線 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二點 那請特別注意剛才輸入的方式 小老鼠 第一點當然是要直接輸入 第二點的話輸入小老鼠 16 豆號9 它的斜度就會16比9 是這個意思 好接下來我們來學習二等份喔 二等份是什麼意思 二等份就是 把一個角度切成兩半 舉個例子喔 我們把45度切兩半 你看那45度怎麼做 先畫一個 XL 剛才提到就是 XL之後喔 不要去選這個東西 就直接按空白鍵就好 好 然後 我們先畫一條水平建構線 不要水平的嗎 再畫一條45度建構線喔 角度裡面不是有提供45度 我們現在打45 45度建構線 好接著怎麼拔一分為二呢 這個時候喔 角度是無線長 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你必須要把 這個線修剪一下 我們速度修剪補空白鍵 這個挑掉 那右邊這裡還是無線長啊 所以你要做個鏡頭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畫一個中指線 這個是他結尾的線 然後 再修剪一下 那修剪快線線要TR 打TR也可以比較快 TR空白鍵 然後把這個 點掉 點掉 為什麼 因為要多補一個空白鍵 點掉 變一個三角形 那這個時候 我怎麼知道他是45度 我們標註就知道啦 45度沒錯嘛 那接著 我要怎麼把它做兩等份呢 因為 在CAD裡面 只有提供一種方式 可以把它切兩半 這個就是剛才建構線裡面 看到的兩等份 看到兩等份 這個點下去喔 然後 我們要的是 角度頂點 它的操作的模式是 頂點 什麼叫頂 頂就是尖的位置 先選1 再選23 那我先選1喔 2的話3 誰先都沒關係 你會得到一個中間的線 有沒有 那根據標註的原則 我們知道 太無線長的線沒辦法標註 這個很特別 像這個時候標給你看 我現在標這個 標不出來 因為它無線長 怎麼辦 繼續修剪 所以修剪在這裡顯示 顯得很重要 補空白鍵之後 卡一下點一下 那這邊有辦法點嗎 沒有 因為它沒有一個 剪刀 這時候你自己畫 通常我們都要自己 設計一把剪刀 在這裡 再修剪一次 修剪之後補空白鍵 這個就可以剪掉 這個線不是剪 這個線就直接選了刪除 這個時候我們來標註一下 它的角度 是不是覺得有點怪 為什麼標起來是23 不合理啊 這樣不是變46嗎 這時候就是因為 它那個小數位數不對 你看D就對了 D裡面會有一個 修改 那它除了文字可以變大之外 它有一個主要單位 那角度那預測是 精確度是0不對啊 0.0 0.0至少我也可以得到一個 就是一半的角度 0.5的角度 有沒有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現在試試看 能不能把一個45度切兩半 如果這個會的話 所有角度都可以把它一分為2 好接著我們把這個圖畫出來 我們來做一個建構線的練習 好那首先的話 我開個新的來貼 好 那通常我們在沿著那個 設計圖下去繪製的時候 你要先搞清楚大小 譬如說我們畫一個60的圓 那畫圓的話按C就好 C空白鍵 然後點一下給60 那你會發覺 這圓這麼大圖 圓這麼小圖那麼大 你要選它的角落 把它縮小到大家 相等的時候 在畫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問題 你看我這個圓跟這個圓 差不了多少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畫一個60的圓來做比對 接著它為什麼可以 標60度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讓線 剛好在60度 就是60度建構線的應用 所以我們按下 XL 按空白鍵 接著切換到角度 然後給60 會變成這樣 然後點圓心 按空白鍵結束 那為什麼它會有一個矩形套在這裡 因為它使用的是矩形 去鎖 一二這兩個角點 就好 鎖滿一下矩形的指令 點擊這裡的第一個焦點 再連到第二個焦點 這樣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不連另外一邊 因為另外一邊沒有相焦點 只有這裡才有 有沒有 這有12 那你點這裡的話 不知道在哪裡 不知道在哪裡 好那我們做完之後 是不是要把它修剪掉 按下修剪 不要忘記修剪完就補空白鍵 就可以就可以點掉 如果是最新版的同學 那你就直接 2022以後就直接可以點 稍微有點不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呢 做完的時候還是要標角度 60度 然後再把這個R60標出來 那這裡的話需要切換到這個 半徑 才有辦法標 R60 60度 好那這個請試試看